哈喽 大家晚上好 OK 开始做直播了 今天直播有点不一样 你们觉得呢 我们看一下 现在有没有人在心上 OK 看一下 给我反映一下关于这个网速 OK 还有画面清楚吗 还有就是声音清楚吗 哈喽 大家晚上好 你们吃饱了吗 你看我还在office 我现在还在我自己的office里面 还没有上班 今天我打算加班 很多东西要做哈 哈喽 今天的这个 我的这个画面哈 稍微有一点远 所以我看不大清楚你们的comments 还好还好 看到一点点哈 哈喽 很多人在打招呼了 你们看今天的直播有点不一样了 这个位置 这个是在我自己的店里面 在我的office 画面清楚吗 全部ok吗 给我一点反应吧 OK clear and loud OK Jesse Jesse too OK 大家应该吃饱了哈 啊 我也是吃饱了 其实已经吃饱了哈 那么今天是在自己的office里面 因为今天我加班很多东西要做 明天我会在新加坡 一整天在新加坡 所以不得空 所以我今天尽量把工作做完 所以做到刚刚差不多了 所以就想到 诶 等一下驾车回去 那一个路上可能就有一点远哈 这里回家大概要差不多45分钟左右 那么我回到去呀 今天做直播又很迟了 所以想诶 反正自己一个人在办公室这里 那我就关上帖门 就跟你们在这里做直播 好不好 所以给你们看看一下我自己的 这些水晶 今天分享水晶的知识 ok 大家晚上好 ok 有时候我会在我自己的办公室 自己的office待到很迟 因为很多东西做 那么我最喜欢其实就是 等全部人回去了过后 整间office静静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是我可以好好的去思考 好好的去做工的一个时间段 虽然这里有一点危险啊 因为这么业的哈 一个人在办公室里面 但我不管啊 锁住门我就做工了 然后做到有时候做到9点 也有时候做到10点哈 那抬回去 ok 会危险吗 不会啦 就必有保安 还蛮安全的哈 ok 大家晚上好 所以今天跟你们介绍水晶 趁全部人都不在哈 这个office没人 我就下来楼下 这里跟你们介绍水晶哈 因为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可能就是 比较多人 那就比较难讲这个水晶的东西哈 所以这个时间段刚刚好 就可以跟你们讲很多关于水晶的东西 你们想要学什么水晶的今天 ok 你们看我平时戴的哈 ok 可以吗 看到你们都在反应哈 嗯 有人问聚宝盆有什么作用哈 是吧 我看的不大清楚哈 在办公室哈 在办公室哈 不然我就是在家 在房间里面 要不然在停车场 在我的车房 又不然就是在沙发的地方 所以说做直播的地方哈 也是蛮头痛的哈 我到底要选在什么地方做直播 所以想到哎 今天刚好在这里哈 又有一些东西可以给你们看 ok 那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啊 我自己的掌视频啊 就是在Skudai Nosa Vestari 基本上我有两间 一间是在Ostin Heights 我有自己的一个展示厅 另外一间呢 是在Nosa Vestari 就是我的总行 那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Nosa Vestari 那接下来呢 这个月 这个月尾 就是在基隆坡 就会有我的下一间分行 就要开始了 ok ok 可以吗 嗯大家好 很多人正在打招呼哈 然后我开始讲一些关于水晶的一些知识 一些尝试哈 上次我也跟你们看过这个假水晶哈 所以有时候我会拿我的假水晶来看 有时候我会跟我的顾客来这里一起研究的一些顾客哈 很多来我这边的都是水晶爱好者都是很喜欢水晶的 所以这边很多啊 啊同样四号的朋友 那么也有一个我不错的水晶能量产 我水晶能量产就是免费的 给你们在我的能量产挺大的 给你们在里面啊让自己进化 让自己消耻自己身上的负能量 所以你来我的水晶能量产也可以自己去感受一下到底自己健康不健康 到底自己的能量好不好 所以当你一踏进去我的水晶能量产 你发现到你会有头晕 你会全身有吃痛的感觉 你会很不舒服 甚至很想呕吐的感觉 代表你自己的这个气场是有所损坏的 我们人有一个气场围着我们 所以当我们的气场有问题的时候呢 这些水晶就可以告诉你了 你自己会去感应的哈 那么在电话进来 什么会有电话进来这么越了 OK 那么在那么在我的水晶能量产里面 其实每天都开担 我们这里是没有休息天的 包括拜六礼拜公共假日 我们都有开担 都是免费给人家来这里 免费给人家来这里 就是帮助你们自己去提升运势 帮助你们自己去 这个八半月的有个电话进来挺恐怖的 不要管他哈 是谁啊这么越了打电话来公司导弹 OK 好 不会是你们吧 OK 那么啊 这个水晶能量产其实挺好的 我做这个能量产自己也觉得很很高兴哈 很不错的一个地方 让有需要的人可以来这边 来这边感受一下这个水晶的力量 其实在马来西亚还有一个地方也是很多水晶的 那是在怡保 那有机会我会去那边 然后在那边做个直播 因为我很少看到一个水晶洞 就是一个一个一个山洞里面 然后布满了水晶 然后你可以坐在里面自己去开运自己去感受那个磁场 在马来西亚有一个地方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不错 下次我看我抽到时间的时候我去那边做一个直播给你们看 也教你们怎么去一个水晶洞里面 你可以去静坐 可以去消自己的负能量来增加 或提升自己的灵性 这是非常重要的 水晶其实帮助我们提升或开发我们的潜能 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天然物品来的 OK 有人叫我小心一点 是啊 一个人在这里 其实我不可以叫我一个人在这边 OK 没关系 那么这个能够介绍给你们的就是这个 其实这是假水晶 假的水晶 所以你看假的水晶是不是很漂亮 它色彩都很鲜艳 这是假的 那有时候我会分享给我的顾客知道 所以我们研究水晶很多人会去 会去很多可能有些网购是假的 那么甚至一些旅游 旅游景点旅游地区很多都是卖假水晶 甚至可能你在外面有些人就拿着来卖的那些 现在流行在咖啡店也卖水晶 好多地方都有卖水晶 可是很多很多是假的 所以买到很便宜很便宜的水晶 绝大部分都是假的 所以这个你们看挺漂亮的 是假的 OK 可以吗 看到我清楚吧 可能我站的比较远 声音有一点远啊 我开很大声的讲很大声的声音清楚吗 OK我每次跟你们讲话都要用喊的 所以这些都是假的水晶 所以尤其是这个金砂 金砂也是假的 基本上没有天然的金砂 看到吗 手很长了 OK 那金砂 金砂 金砂的决刀一定是假的 金砂水晶一定是假的 所以绿色的水晶也不会绿的就这样子的 所以是假的 人造的 合成的人工的 所以这些都是有些是组的 有些是散色的 尤其缓水晶 缓水晶也不会缓到这个样子的 所以缓水晶这个是散色 这是假的 OK 所以给你们看一下 自己研究一下 关于这些东西 OK 这个色也很漂亮 这个色也很漂亮 看到 这两个都很漂亮的颜色 都很漂亮的色彩 也是人造的 这个也是假的 也不是真的 OK 可以吗 所以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不大知道 到底它是真是假 所以在 在水晶的显空 你们都要很小心 因为水晶是 它不只是一个 带在你身上来做点缀的东西 它是一个跟我们产生共鸣 然后提升能量的一个很好的物品 天然的 所以它有灵性 很多水晶都有灵性 OK 我7月9号将会去中国 然后过后我会去东海 我去东海 我会去做一个好漂亮的东西 我要做这个 我正在想做什么东西 到时候回来分享给你们 这假的我们不看了 OK 所以那四东西水晶 我们要认识真 要分辨真假 要了解它的功用 要知道很多很多东西 所以这个呢 我觉得很好 可是很多人不会醒山 这个是车菊 车菊 看过吗 整个纯白色 真正的纯白色 车菊水晶 车菊漂亮 真正的白色很美很美的 你看 发亮的感觉 它的掰 是我很喜欢的 基本上呢 车菊 车菊是带健康的 OK 带健康 佛教气宝之意 OK 所以呢 我这次去我会去到东海那边 叫它串车菊 很美很美 我就很喜欢 虽然它不透明 它不透的话 它颜色很实的 OK 叫它串成什么呢 念珠108粒 串成108粒的念珠 那就是也可以给大家念经用 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好 可是很多人不知道怎么运用 也不知道到底它有多好 所以车菊是很好的一个水晶 除了是佛教气宝之意 它其实对应我们的健康 我们的身体状况都很好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可以保持青春美丽苗条吗 因为我有水晶的这个加持 那为什么会有一些这么多正能量 为什么想法都很positive 为什么我们可以 每个人我相信都会有遇到不开心的事情 都会有一些负能量的那个时候 这是正常我们人一生下来 其实都被情感牵绊着 有很多关于情感上的问题 只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处理 所以很多这种会产生 包括我自己也是会遇到一些问题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们需要另外一种力量来加持我们 来让我们走出一些运营 来让我们拥有回我们自己的正能量 所以有几样东西 第一个是宗教 宗教信仰也是非常非常有效的 另外一个就是水晶的功用 所以很多时候我会推荐大家用水晶 为什么 因为它能够有很好的这种提升能量的东西 提升正能量的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带的东西要注意 最好你不是最好全部带的是天然的 因为它的确有的跟我们对应产生共鸣 如果你真的是体质敏感 或者你对水晶很敏感的人 你握在手上 你摸在手上 你可以feel到它很多很多 energy 它很多东西的 其实它很特别的 ok所以你能够在一个 拥有水晶的空间 来做那里做冥想 ok做这个开运的这些东西 其实是挺好的 但是一个水晶的空间 你不可以坐在你自己的睡房里面 如果你坐在睡房里面呢 那时间太长了 那休息的空 但而你正在用水晶一直在刺激着你 变成你无法好好的休息 ok所以反而睡觉的地方我不鼓励 你放太多的水晶在你的睡房里面 那睡觉的地方呢 最好就是减少水晶 但是如果你你的房间真的是要放 一些水晶来消磁放到天亮的话 那么我的建议是 远离你的睡船 船头旁边 不要放在你的side table 你可以放的比较远 可能就在你对面桌子的 那个study table 或者是你的化妆台上面 或电视机台上面 那就不要放在你的左右 会影响着我们的 ok 消磁水晶 也顺便看一下 消磁通常 通常都是用这个很多人会买 会买一些脆水晶来消磁 或者是 买个聚宝盆 水晶洞 这样水晶聚宝盆 这个里面全部是水晶 天亮的水晶 有点刺手 要小心 所以你可以把你的水晶项链放在里面 晚上睡觉的时候 有些水晶是不可以带着睡觉的 所以你把它放着 如果你有很多串 你可以缠在一起 你就这样 这样子放着 然后到天亮 你的水晶就消磁了 它带来的一些不好的东西 从你身上吸收一些不好的东西 或你带去外面 已经接受到一些负能量的东西 那放着消磁碗里面 你去消磁 它自然就会减少了这些问题 所以这就是 有时候我们要懂水晶 我们要怎么照顾 我们要怎么打理 然后我们要怎么消磁 非常重要 有些人带水晶 有光是你 带好久 带几年都不懂什么是消磁 所以 为什么会带的 还是一样觉得 没感觉 或者是带了过后 还是觉得 好像越带越不好 所以就是因为你不懂得消磁 那我的水晶 基本上我是每一天都消磁 但水晶最长 我觉得一个月到三个月了 变太久 没有消磁 时不时都应该消磁一下 ok 所以测菊水晶 测菊 接下来我会穿成佛珠 穿成佛珠 那我会从东海亲自带回来 穿成108粒的佛珠 然后再加一粒红玛瑙 ok我再加一粒红玛瑙 你看我想的好多 ok 我加一粒红玛瑙 是有刻散 有刻散我自己公司的logo的红玛瑙 你看这个是红玛瑙 然后这是有刻散我的公司的logo的 有大有小哈 看到吗 这是纯天然的红玛瑙 然后他有刻散这个logo 然后我就会加加在这个车局里面 他感觉设计很漂亮 因为很突出 他的颜色色彩看来也很舒服 而且全部是纯天然的 那我公司的logo 我除了刻成 红玛瑙以外 其实我也做了几个哈 几个很漂亮的 自己都很喜欢 ok 最设计的耶 我特地去东海 叫他们刻 刻得上精致 ok 我有几个哈 有几个不错的 红玛瑙 白水晶 还有黑钥匙 而且是纯天然的黑钥匙 这三个 然后有两种 两种size 所以是不是很漂亮 都刻上了我的公司的logo 看到吗 不知道你们看得清楚吗 今天远一点 所以这三种 那就是我会加在我的念珠 ok108粒念珠 车局白车局念珠 还有就是 如果 如果你来我这里 买水晶的话 很多人就 要加一些东西 那这个珠子呢 天然的 其实 我们有送 有送有卖啦 那当然就是VIP的顾客 我们都会送 因为我也鼓励你加一粒在里面 而且这是纯天然的 而且很多时候都很 你点缀下去 那感觉真的很漂亮的哈 所以水晶你可以拿来点缀 一方面你自己要看的喜欢 你舒服 那你带在身上 你又觉得 他自己开心最重要哈 自己开心的时候 他就会产生一些 一些很好的一个作用 如果你带了一条是你最不喜欢的 也没有信心 对他没信心的水晶 那基本上就没有很好的作用在里面 明白吗 ok 所以这个是我特别去设计的我的logo 那除了这个是我的logo以外 当然就是我的logo还有就是金的 ok 这个金的是9K金 9K 9K的金罢了 这个也是我自己的一个logo ok 他写着玉瓶哈 好漂亮的哈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卖轮去卖轮的顶轮的这个logo 好远哦 今天给你们看不到哈 嗯 就是我戴在手上的 每次我会放的一个logo 看到吗 哎 今天的cabler有点远哈 ok 嗯 所以 啊 VIP已经有钱不用送了 我看到你们的comment还好 啊 VIP VIP是回馈啦 是我的VIP我就一定要一定要 送一些礼物吧 最喜欢送礼物 尤其到年尾的时候 或者也特别的监制 我就喜欢啊 做一些回馈 送礼物也好 offer也好 都都喜欢做做的东西哈 嗯 所以这个是我自己的logo ok 嗯 后来我就 这个金的东西哈 后来我就在想 我一直在串心 一直在找新的东西 让大家能够一起 欣赏 让大家也喜欢哈 所以我的东西不不成分 不死板哈 因为自己本身也是很喜欢设计 很喜欢追求美的东西哈 后来呢 我就找了很多小小的金 黑鼻羞 ok 白色的皮羞 这些都是天然的 皮羞是很多人很喜欢的哈 这有大有小 有大有小的皮羞 也有大致的皮羞 好漂亮的颜色啊 因为它是纯天然的黑钥匙做成的皮羞 ok 还有白水晶做成的皮羞 哎呀 拿给你们看一下哈 好 ok 是不是很可爱 可是花木叶有点远哈 走来前面 ok 看到吗 看到吧 这些都是皮羞雕刻哈 白水晶 大把皮羞形状哈 雕刻成白水晶 然后我们可以穿在手链 嗯 穿在手链上面 大支的当然就是穿大力的手链哈 小支的穿起来就很漂亮 小支的就可以穿成手链 当然我们就拿 比较突出的颜色 如果你的手链是浅色 你就算深色 如果你的手链是深色 你就算浅色哈 他挺漂亮的 ok 所以这就是我一直在想 诶 怎么串心怎么去 把它做的更好 ok 当然也有 金皮羞哈 那个是24K金啊 这个皮羞哈 24K金 这个就贵好多哦 肯定 因为它是24K金 ok 24K金的金皮羞 ok 也是特别有设计的哈 不知道你们看得清楚吧 ok ok 很漂亮哈 所以这些就是 你可以坐着来点缀你自己的 你自己的水晶手链 水晶手链 你不只是带来能量哈 当然在如果你真的是把它设计 做的很漂亮的时候 你自己带上去你也会很开心 很欢喜 人最重要要有欢喜心 对自己的东西要喜欢 如果对自己的东西都不喜欢 看了那个颜色也不喜欢 那怎么会带给你好运嘛 所以这些都是 我觉得我们都要注意了哈 那么 我们看一下哈 有时候你看我会把我自己的水晶 自己做一些串意的设计 看到吗 这个这个这个白色哈 可能比较难看到 来给你们看一下哈 我觉得水晶有时候你可以自己想哈 你买了水晶过后自己拆 剪下来 参颜色 参款式 绝对会喜欢 绝对漂亮的 ok 你们看一下哈 这个这个漂亮吗 白水晶加 这个是什么 紫水晶 再加这个 这个是琥珀 琥珀 ok 琥珀哈 所以你看他整个设计 他这样带上来的那个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有时候我也喜欢这个样子 我也喜欢缠一些东西哈 这些都是我自己设计自己缠的 这个时候我会看心情看状况 和搭配的东西 那么我会去跟他做一些搭配 嗯 你们也可以自己做搭配啊 如果你喜欢看什么颜色搭什么颜色 他效果出来是什么样子的 都可以的哈 其实很多都很漂亮的 这个也是我自己搭配出来的 ok 所以还可以搭配成这个样子哈 可以给你们看一下 紫色穿白色 嗯 那感觉也是很漂亮 ok 学一下水晶吧 今天反正我在店里面 教大家看水晶 看看下漂亮的水晶哈 或者是 我看一下哈 有什么漂亮的水晶 嗯 这些比较里面哈 这个是彼得斯再加发精 比较深的颜色和彼得斯加发精 彼得斯产量很少很少耶 好难找耶 可是彼得斯也是我其中一个我很爱的水晶哈 我觉得彼得斯很漂亮 嗯 可是产量太少了 所以我也没什么介绍大家彼得斯 因为他太少产量的确很难找哈 找了整个东海的找不到 那就那两条这样子 ok有些有些太太稀有了哈 所以说我们可以找到的一百两百条 那些很多都是都没有这样多东西啦 水晶哪里去找找的太多哈也是很不大可能的 ok 那么 ok 这是给大家看看的水晶哈 其实我的水晶其实挺多的 整天我们就是在水晶中打本 就是看看好多东西哈 看好多水晶 那这个是消磁的另外一种方式哈 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是什么呢 这是开来黄铁宽 共生 共生你看看共生是黄铁宽 黄铁宽是这个哈 所以他的消磁功用很强很强 基本上我在家里我是用黄铁宽消磁的 那么我在办公室呢 我因为我自己周围有个黄铁宽 也是有时候我换水晶手链带的时候 我就会挂到那边消磁换一个哈 因为也有很多顾客来找我 进来我的办公室找我哈 就很喜欢动我的水晶摸我的东西哈 所以我要经常消磁 所以在现场的你们顺便跟你们讲一下哈 我们手上带的水晶我们经常带着穿着的 如果有有别人要给你哎你的好美啊 就就拿去动一下 或就拆开来看你的了 然后他又带上去 然后又还给你这样子状况哈 这样子的话呢通常都是你要消磁 因为每个人带上去 你的水晶就会吸收别人的一些东西 然后又加在你身上呢 其实不大好的哈 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有所 有时候帮单啊 对这些自己的水晶 不要随便借给人带 带了过后没关系 你也可以给人家带一下 然后记得消磁 消磁了过后他要重新启动了 所以是没有问题的 OK 甚至你买了你觉得自己不适合带 那你要把他转送给别人 其实也是可以的 所以他很保值的 那除非如果你觉得 哎线好像松啦 什么之类 这样你把他卷了 或者是找找水晶店 帮你重新绑过 然后再消磁 你再送给人他 其实就是等于全新的 没有关系的 OK 因为水晶是不会永远不会说没有力量的 没有这回事的 他有他很强的 所以非常非常的保值 OK 嗯 OK 那么 每次你们看我在 最近啊 最近我很喜欢带的是什么 BC BC 女性的最爱 BC手链 BC是 我们讲是水晶里面的万花筒 因为他好多颜色好漂亮好漂亮 这是BC 给你们看一下 BC BC也是叫做五行水晶 也是可以用来平衡五行能量的磁场 其实他在水晶家族里面 他是去福去财 然后还有漂亮吗 其实这个BC 看到吗 这样子就比较清楚了 这样清楚哈 看到哈 给你们看一下 哎呦我手要断了 那他其实挺增加魅力 对女人来时很增加女人的魅力 增加财运呢 又可以增加 很多女人是带来也可以忘福的 忘另外一半的水晶来的 所以我们也叫他做福晶 OK 所以BC很漂亮很漂亮 基本上我很爱BC 那BC有很多人就误会 哎女人带吧 男人不适合吗 其实男人也适合带的 只是很多男人觉得他的颜色太过鲜艳了 可能男人带的话 你可以把它剪了 一些颜色你不要的 比如说粉红色 你觉得太粉红色的 你可以换掉它 你不要啊 那么你只拿蓝色 拿紫色 生紫色 生绿色 绿色BC好好耶 绿BC 其实就是里面 绿BC 给你们看一下 这条也有绿BC 看到吗 绿色的绿BC 绿BC 其实就是代表着财运 不管是在事业上还是在生意上 都可以得到贵人的帮助 也是非常好的财运功效 所以为什么我手上带的都是绿BC 这个是绿BC 我手上带的这里 OK 我这粒就很贵很贵 当然 手练的就没有这样贵 没有这样贵 我手上的这粒就非常贵 我手上的这粒绿BC 它是当然是属于催财的功用 尤其是帮助我在事业上的财运 这么小的一粒已经去到几万块钱 好贵 所以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保时级 但它的透彻度跟你看一下我手上的和我 我拿的和我手上的其实 它的是不一样的 我拿的 OK我拿的 和我手上的这里是不一样的 你可以感觉到拿的不一样 所以我手上的这一粒戒指的这一个 它是属于做成 它其实它的品质它的quality 它的品质 已经去到是保时级的 所以不会比保时便宜 它是乘卡拉的 算卡拉的重量 所以很贵 OK 所以去到几万块 那手上的这条 当然没有这样贵 OK 因为这种它还没有去到保时级 这么高级的 但它夜后 它其实是夜贵的 所以它有一种不同 如果你真的是去到保时级 你知道你这条 要买多少万呢 所以很贵很贵的 币锡这价钱不便宜的 那币锡里面 绿色币锡是招财的 所以在事业上 比较容易得到贵人的帮助 然后财运也会有增加的现象 那蓝色的币锡比较少见 蓝色币锡 我这条里面 这条里面绿色的偏多 一粒 两粒 三粒 四粒 四粒 四粒绿色的 绿色币锡 其实我很喜欢 有一种是西瓜币锡 就是绿色长红色的 颜色很漂亮很漂亮 也是非常非常的少见 非常罕见 那另外一个可以吗 你们看到吗 如果打灯的话 打灯你们可能更加看不到 那蓝币锡也是非常少见 很多币锡都是很属于特别的 蓝币锡 蓝币锡是属于 让我们心情情绪平稳的一个功用 而且能够增加我们的沟通能力 OK 还有我们的当然蓝色 他都是属于沟通 属于表达能力 然后如果你是领导者 或者是你是一个公司里面重要的人物 其实蓝币锡对你也是蛮不错的 也是可以考虑蓝币锡 那黄色币锡呢 里面也有一些黄色币锡 这个也是有黄色币锡 黄色币锡呢 就是对我们的事业运和财运 也是有很大的帮助 他能够增加我们人的黄色 还能够增加我们人的什么呢 生命力 让我们有求生 有增加斗智的这个作用 而且能够帮助我们身体健康 增加抵抗力 那么还有一个是红色币锡 红色币锡基本上就是 让我们增加我们的感情情感上的 这个情绪上 还有增加我们的人缘 增加这个夫妻感情 或者是朋友之间的情感 他对吹桃花也是有着很好的作用 OK 所以币锡他好多颜色都有不同不同的一个作用 所以他叫福金 所以我觉得每个女人都应该有一条币锡 但男人的话呢 可能就挑选 有一些颜色 你觉得太格的颜色 你可以换掉哈 OK 或者是把它剪掉 换一个logo上去 OK都很好 OK 那么 嗯 除了币锡以外 我今天有在facebook里面放到一个 那就是彩幽灵 OK 这几天我就会带彩幽灵 彩幽灵 看过吧 就是有不同颜色的幽灵 幽灵水晶 这个彩幽灵和bc 是不是好像啊 两个都是这样子的颜色哈 你看哪一个美呢 彩幽灵美还是bc美 你们看一下 这个是bc 这个是彩幽灵 可能有点远哦 彩幽灵有着好多色彩 所以他们两个都是谁色彩的哈 那彩幽灵他拥有每一个不同幽灵的功效在里面 是幽灵水晶里面最颜色最丰富的 所以挺漂亮的哈 也是公用最多的一个水晶哈 彩幽灵是我们的能量 幽灵水晶本身的哈 我觉得他对我们的能量放射有着很大的作用 所以他是我们能量的放大器来的 我们每个人的能量哈 尤其是我觉得灵性很强的人 比如说我我本身灵性很强敏感的人哈 或者是你自己是想要修炼你自己的灵性 那或者想要修炼自己的第六感你的直觉的话 佩戴彩幽灵能为你增加这些灵性的提升 所以他是其实挺好的 OK 彩幽灵除了能够这个作用 以为他能够让幸运之神时常的跟在你身边 所以那你有意想不到的一些好运气 因为他太特别了 幽灵水晶他始终就是很特别很特别的 很特别很特别的水晶哈 我觉得幽灵水晶是很值得收藏 还有就是欣赏的水晶 幽灵水晶他在里面幽灵成分他会产生变化 跟着你的运气 跟着你现在的现在的运势而去产生的一些变化 所以如果你喜欢幽灵的话 你可以整天每次都拿着灯去照 看着他咦又生了一些哈 然后他的里面如果是有千层山的幽灵那更漂亮 所以幽灵水晶里面你可以慢慢的去研究去欣赏 幽灵水晶是很漂亮的 ok 那么他除了这些作用以外 他当然就是带幽灵水晶的人通常会比较积极 我们能够我们的那个让我们更加能够 我们叫什么聚焦 就是增加集中你的注意力 ok 然后还会让你有这个冲动行动力 所以这是我觉得挺好的一个功用 让我们的另外一层的智慧开发起来 所以我们内心里面和我们潜在意识里面有一种智慧在里面 有些人可能是没有勇气去开发自己的智慧 所以带上幽灵水晶他基本上会有这些功用 当然除此之外就是造政材造偏材 对我们家庭上的运势的帮助也很好啊 增加我们的运气啊 让我们的事业能够更加好 所以很多水晶他都有这些功用 只是幽灵他比较偏向于灵性的提升 而bc呢他就比较全面 他是浮精 所以两个都是挺喜欢的 那么你们喜欢哪一个呢 这两个你们会喜欢哪一个 ok看个人啊 所以记得水晶一定要消耻 ok 而我的这个彩游灵哈 今天我换上去了彩游灵 我就加了我自己的一个logo 看到吗 9K金的我自己的公司的招牌 那个品牌玉品 所以我就加了上去哈 戴上去我就觉得 哎这是我公司的产品哈 所以如果你有我公司的这个水晶手链 你戴上了我的这个logo 我会知道哎那是我的 ok 基本上就比较容易认嘛 ok 还什么东西要分享给你们呢 这水晶的东西好多哈 一天分享一点不能够分享太多哈 等下你们吸收不大也学不到太多东西 今天我们就分享这个 然后我觉得很高兴的是 我今天决定就做这个108粒的佛珠念珠 刚刚决定的 所以刚刚决定就就思考 要怎么设计这个念珠上来 怎么做的漂亮 那么这个能源珠呢 我就会去7月9号过后 我去中国 我去东海的时候 会亲自把他在那边看着他们串 串的应该是我会串一些回来 然后嗯 会拿几条送给线上的粉丝好不好 我觉得啊 送佛珠是一件很很好的事情 好因为都鼓励人家念佛 所以你拿拿着这个佛珠 而且是纯天然的车局的佛珠 来念念经这个肯定是肯定是不一样的 自己去feel那一个效果 所以每次我就讲很多东西自己去感受 OK 好了 九点多了哈 所以不要讲太直 不然等下我驾车回去会有很多危险哈 早一点回去 OK 今天我们讲水晶改天我们聊风水 有人讲谈谈风水吧 改天我们聊风水哈 有时候不同的情况 我们谈不同的话题 OK 因为今天刚好在店里面哈 店里面又没人 那么就来到我的这个这边哈 给大家看看水晶 顺便了解一下水晶哈 OK 那么就讲到这里啦 OK 好的 那么大家早一点睡觉 谢谢你们的时间 谢谢你们收看 那么我们明天在线上再见 不过明天我在新加坡 我回大来应该也是晚上的时间哈 我明天一早出新加坡 明天回来看晚上几点的时间 我们再做直播 明天要跟你们分享什么呢 啊 我们再看明天要讲的话题哈 哦 还有一点那就是 那就是啊 在今天我也在我的面子书分享一个不错的课程哈 那个是什么哈 嗯 教大家神秘的道家学啊 道家道家哈 是吗 我想一下哈 啊对对对 神秘的道教学神秘的道教学哈 所以你们看我的面子书就是这个live之前的一个post 刚刚我post上去不久的 那个是一个课程哈 有台湾的教授 很难得哦 有台湾的教授过来哈 台湾的教授叫什么名字 我看一下 郑志明教授 郑志明教授哈 三课教两天的课程哈 那两天的课程是在7月8号和7月9号的时间 这两天礼拜天和拜议三课 就在啊 我师父的学院哈 ok 所以在austin Heights 是在jb 是在九号这边有三课 教这个关于这个道教的道教学 懂什么是道教吗 我们有佛佛家有道家有道教 所以很多关于如果你对这方面有兴趣哈 是道教的文化的发展 还有他的变迁哈 所以他应该是从浅到深慢慢的教 让我们了解到道教的来源 道教的变化 还有真正去了解这数千年的文化 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哈 我不会讲我不太厉害讲这个道教的哈 所以如果有兴趣要知道更多的呢 看我刚才放的那个po文哈 然后里面有电话号码 ok 你可以去询问那个那边的负责人 ok 所以鼓励大家多多学习 ok 好啦我今天周末就讲到这里要回家啦 月了 ok 谢谢大家收看哦晚安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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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